在海上称得上霸主的杀手捡飞航母莫属,相信在航母面前,没人敢撒野,不过话又说回来,航母作为一个大国的象征,因此是很多追逐的对象, 但由于庞大的资金以及先进的技术含量,所以能够造航母的国家趋值可数,要说当今造航母最快的俄国家非中美莫属,虽然中国只有两艘航母,其中一艘正在进行这副一贤的各项工作,但按照中国打造航母的速度,未来,中国航母数量绝对会以惊人的数字,呈现在众人面前,因此美国就是我们的榜样, 毕竟美国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,全世界航母总和都未达到每航母数量,美国凭借11艘核动力航母在海洋霸注地位无人可撼动,这是令所有国家都望尘莫及的, 众所周知在世界上常年都会有那么几个国家遭到美国制裁,但有胆量在美国航母发起挑衅的国家微乎其微, 不过在世界上,还真有一个国家,敢在美国航母上动土的,这个国家就是伊朗,众所周知美国为了制裁伊朗,甚至将航母都搬到了霍尔木兹海峡,目的就是为了围堵伊朗, 但是在6月21号这天,美国航母编队一如既往地在该海域活动,却遭到了火箭弹的袭击,幸好火箭弹没有击中目标,没造成人员伤亡, 当时伊朗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演,这个时候美国航母居然在演习附近逗留,这给伊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,虽然多次发出警告,要求撤出该海域, 但美国一贯的作风并未理睬,忍无可忍的伊朗向美军航母编队发射了三枚火箭弹,这突如其来的大理,令美国胆战心惊,毕竟火箭弹与航母编队擦肩而过, 但有弹片还是落入到了航母甲板上,气急败坏的美国,事后要伊朗给个说法,而伊朗称,失控,美国也是,伊朗举行军演,固定范围肯定不能出现外籍军舰,美国这是自作自受,读者们,你们觉得呢?